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扫 对老杨私房查 有兴趣 我们中秋节推广活动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李杰支持 我们再次的郑重推荐 今天刚刚结束的 叶建勇先生谈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 那么以及中国现在所处的 国际环境 这里面就是从 朝鲜有没有可能 蹭击军事军攻韩国 再度的阻碍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进程 同时呢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有没有一些新的改变 美国对朝鲜采取的 战略的态势是什么 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态势是什么 美国对俄罗斯 目前的乌克兰战争 以及中国是不是要提防 伏被受敌的状况 那么叶先生 叶建勇先生呢 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全面的 这么一个介绍 很多观点是很新颖独特 而且呢 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那么对今天中国的 所处的国际大环境 外交的环境 那么叶先生也有一些 直接了当的批评 我认为 很多批评是中肯的 虽然是很严厉的 但足以引识 我们对中国现在所处的 国际环境 两岸关系环境 有一个更不一样的了解 推荐大家 看看这个节目的回放 谢谢